我要去找洛九天要龙骨了 你有完没完啊 没完 我说 过来 行 你跟我一起去取龙骨 但是呢 我先把话说在前头 凡事都听我的 还有 不许再提婚约这件事 不提就不提 但是你心里要记得 欠我一个婚礼 我不欠你的 一天没吃饭了 肚子好饿呀 好 我带你去吃饭 三哥 三哥 少爷 对不住啊 三哥 那天伤了你 承拨你倒下留情 算我欠你的 送饭去 那没菜了 我去没吃菜 你以为说两句话 就能把事结了啊 你以为说两句话 那不然呢 这账得算 非算不可呀 对 三哥 我今天好累呀 我不想吵架 更不想打架 咱们改天算行吗 这算账还得挑和你高兴的时候啊 小丫头骗子说你呢 小丫头骗子说你呢 那不然呢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那天内府要按师父教的 落府处可是你的脖子 我故意偏了偏 给你留了条命 还留错了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嘛 你的意思是说 你那天故意放我一马 你才听明白啊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来 咱现在就把账算了 行 行 凤皮到底